因為打卡也沒有任何意義 然後他想說過年要放假 要排這個30天 排這個30天 每次他排的時候不是要修價單 每次一想要送的時候 那個送價單放在老闆桌上 老闆就跑來說 我們那個時候有個會議 有個會議要開 你不來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老闆你這樣暗示他 說可能要分配業務的時候 你會分配到最重 或者說哪個那個 客戶要結案的時候你不在 這樣不對 而且他們規定很奇怪 一次要修五天 就是要一次要請一個禮拜的假 那問題是 現代人哪有可能 一次請滿五天 就家裡前面兩天 後面兩天的這個weekend 等於是九天 哪有人現在可以 修到這個九天的假期 然後問題是 年假一次要請五天 所以沒辦法 一直沒修一直沒修 到一整年了30天修不完 他想說30天可不可以換錢 第一個也不能換錢 那個人次通通他說 你要在最後一天 12月31號以前 要把這30天修完 要不然呢 全部歸零 第一個沒有用 第二個不能換錢 他想好吧 那什麼都沒有 那沒關係 這個所謂的那個員工旅遊 因為他們員工旅遊 他說不錯 員工有去拉斯維加斯 而且可以帶妻子小孩 我說好吧 那你把這個 當成一個最後的一個 對 一個也算不錯 結果一去以後不得了 本來想說可以跟妻子 好好放個假 結果沒想到 白天開會 然後晚上的時候 要跟這個員工應酬 我老闆應酬 因為全世界都來了 然後更慘的 扯的是凌晨 因為凌晨那時候是 台灣這邊的這個上班時間 客戶一直打來 一直打來 等於他在那邊的五天 是24小時在輪班 更慘 更慘 他說我一年休息了 是在飛機上那個 10個小時在那邊睡了 跟出一個 完全都叫不醒這樣 但後來狀況發生了 就是跟他回來以後 可能這個日夜顛倒 他又睡的是商務艙 就發現有那個 有一天在上到一半的時候 我去叫他 怎麼不太懂 就發現不太對 既六星期酒店真才 又來一家儲備幹部公司 做了一年半之後 他就想奇怪 依照他的表現 跟他的努力 每天有沒有 進進夜夜 然後早上的時候 準時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 一定都比人家晚上 現在後來狀況發生 就是他回來以後 可能這個日夜顛倒 他又睡的是商務艙 就發現有那個 有一天在上到一半的時候 我去叫他 怎麼不太懂 就發現不太對 他有血栓卡住 然後他就跟我講話之後 話忽然本來他還有意識 但是跟我講話之後 話已經 就已經開始講不出來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以為他在開玩笑 後來覺得不太對 然後趕快打119 結果後來還好發現得快 是血栓已經卡到他的 這邊的一個 今天這個頭部的陣 因為他講過說 坐經濟艙的時候 很可能引發一些 你本來就有的一些血栓 卡到你這些鼠動脈 就差點就因為這個 他整個人都去 還好他發病的時候是在公司 我們大家在這個 所謂九點四年 旁邊很多人 所以知道他有一些 先巴的狀況 再把他送過去 後來他覺得說不行 這樣他下去再也不行 所以他整整 為了逃離這個狀況 完全休假整整一年 就是整個都不工作 辭職一年 才把他的這些精神狀況 所謂的身體 家庭 才慢慢地補回來 這個所謂的 周休不加班這個問題 過去的時候 就應該講 十多年前 我一個 前前前老闆發明的 叫責任制 就是 上班打卡制 下班責任制 也就是說你下班有沒有刷卡 都是沒什麼用 這樣 那這個老闆發明了 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 就開始大家就出問題 為什麼呢 我就是那個樣子 後來才主動賣玻璃的 這樣就了解有多操了 就是身體真的會出走 對 因為 他後來最後都是 曾經有被勞工檢舉過 結果後來 就是我剛前面講 就是那個 勞工局有到公司裡面來 然後做勞動檢查 結果他就用了另外一種方式 這個方式 我到現在為止 真的有給他鼓掌 真的太強了 你知道 可以得路邊人講那種 可以得路邊人講 他告訴我們說 上班打卡制 下班責任制 那下班就不用刷卡 對不對 他要求每個人 你有沒有 不管你進行要不要加班 反正你就是下班 給我刷一個卡就對了 這才有紀錄吧 所以黑樹就是這樣 就是這種黑樹 就這樣搞你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常常覺得你搞的這個樣子 他幫你刷卡回去繼續辦對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嗎 對 就是這樣 你要刷那個卡 刷完之後 你還要回去上班 人事單位更妙 人事單位怎樣 隔天的時候他告訴你說 那個 胡孝辰 你為什麼昨天沒有刷卡 你要不要再補簽 也就是說我是有 的確是忘記 要有準時下班的 就做那種所謂的假資料 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你只有兩種選擇 一種繼續忍耐下去 看在錢的份上 第二種是什麼呢 還是掛罐求去吧 這種待不久的 真的待不久 他的流動率後期比較多 其實這麼累的工作 績效也不大吧 也不好 對這樣子呢 對 其實真的這會造成 身心俱疲的狀況 就是 那就讓我想起我一個 蠻要好朋友的一個 真實的故事 他那個時候也是在台灣的 電子公司上班 然後一個中階主管 四十多歲 他就覺得有點高 不成低不舊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呢 就是國內 他們在香港 在大陸都有分公司 然後就非常 也是一家非常大的 一家手機的公司 就問他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職缺 可是呢 必須在大陸工作 那薪水開出來 就十幾萬起跳 那再加上一些 有的沒有的補助 其實比他原來的工作 要好很多 當然一方面是考量到薪水 另外一方面考量到 就是工作的職嫌 還可以再往上升一等 所以我的朋友 就毅然居然毫不考慮 就interview完之後 他就直接飛到大陸去 去了那個工廠上班 結果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也還蠻順利 然後也不辛苦 而且那時候 interview的時候 他的主管跟他說 正常來說 你一個禮拜 至少可以休到一天 也就是說其實 你大概六日 至少有一天可以休假 這在電子業來說 算是蠻正常的 對 可是前幾個月都很順利 他也都覺得很棒 可是莫名其妙 我覺得他運氣真的很不好 整個集團 整個總公司 發生了一連串的跳樓世界 跳樓世界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朋友他就很緊急 因為其實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台灣的媒體 也有一些大陸的媒體 大陸當地的民眾 他們都很好奇說 這家公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 年輕的小朋友陸續跳樓 那我朋友他也被 就是你常半夜就會接到老闆的電話 說那個有人輕生了 你趕快來處理一下 然後那個媒體又要來問 你要趕快來處理一下 所以他的情況 就跟少晨哥一樣 搞到最後他大概三四個月 大概只能平均每一個 每一個月修不到一天 一個月修不到一天 而且重點是他 他要負責去處理很多細節 那些細節都不是他以前曾經遇到的 或者是他曾經沒有辦法可以去處理的 所以到後來 他也覺得真的是身心俱疲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他們集團大老闆 也到大陸去處理了 那整個事情 算是稍微風波平息之後 過了兩三個月 他跟我說他真的受不了 因為他覺得他只要一想到 他那些年輕人同事曾經親生 然後曾經跳樓 他覺得那是不堪去回憶的一段往事 所以他後來他就自動請示 他就回台灣了 對 對 像這種事情真的很心酸 那個週秀不加班這件事情 是台灣人的心酸 其實我非常反對 就是加班這種事情 其實一般員工是下午三十點券商 三十點就要下班了 因為沒事幹 但是這家公司比較特別 是他有把一些名冊 交給這些人特定去打 那你知道因為其實很多人 晚上才聯絡得到 所以他那個組長就一直工作 到晚上九點 晚上九點從早上 因為券商比較早上班 七點就要上班 到九點老闆沒走怎麼走 那有一天他受不了 就跟老闆說 老闆今天有事情要走 然後走第二天老闆就說 如果覺得這工作不適合你 其實不用待那麼久了 你其實電話已經 這個都還沒打完 那你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去留 最後他就決定要走了 然後那一季的獎金也沒拿到 走人 所以其實我是很反對 就是加班 但是台灣很奇怪 那我在講我自己的心路里程 其實剛剛在基金公司上班時候 也是每天每夜 禮拜六禮拜天要演講 那有一天 打電話去給外國老闆 就是外國人 然後就電話留言說他在禮拜 然後是六天禮拜 然後你就整個心得碎了 我還在努力工作 他在禮拜 所以其實國外禮拜正常 他說我沒有休假 怎麼努力工作 所以奉勸電視機前面有老闆 真的讓員工休息是件對的事情 OK 好 我們看第四個陷阱是什麼 表面上是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呢 蘿蔔站滿坑 機會等很久 至於那個站缺 這個每個公司都會有 對不對 蕭誠哥 我有一個朋友 年過四十歲的時候 突然間翻籃悔悟 認為覺得記者這個行業 簡直是一個 世間最惡劣的一個工作 所以他決定要投入到 偉大了不起的那種餐飲業這樣 他看到一家公司 就要講說 洆湞儲備幹部 毅然全然就投入到這個裡面去做 他因為他準備想當幹部 他的志願就成為某一個縣市的 某個區的店長 他認為他這輩子就滿足了這樣 結果他就去那裡 就一做做了大概差不多 第一個月前 前半年大概有一點 像實習生這樣 後來之後 做了一年半之後 他就想奇怪 依照他的表現跟他的努力 每天有沒有 進進夜夜 然後早上的時候準時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 一定都比人家晚下班 奇怪 為什麼我還是儲備幹部呢 走邊一問Paul 結果他也是儲備幹部 對 我已經問那個 他也是儲備幹部 他也是儲備幹部 誰家店該不叫儲備幹部 所有的員工 所有的員工 所有都是儲備幹部 厲害 跟廟跟廟還在哪邊呢 結果就問Paul說 奇怪 大家都儲備幹部 那到時候怎麼 他又很天真想說 但有可能就是說 我表現更好的話會生我 對不對 結果後來之後我發覺不對 為什麼他又問Paul說 你也是儲備 我也是儲備幹部 結果你是什麼儲備幹部 我是資深儲備幹部 儲備幹部 所以他要當店長之日 遙遙無期 所以要小心這種工作 還有一個高級 對 其實就是大企業 看起來好像升遷的機會都很多 但是就像剛剛孝誠哥講 就是有時候那個卡位 你真的很難卡得進去 像我一個同學 他其實一畢業的時候 就考進了某大知名企業 而且那個時候錄取率 大概只有個位數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那這家公司 他們的客戶也是遍布全球 所以我同學那時候一進去 然後他就從一個小小的專員 因為我同學他很認真 那老闆叫他去做什麼 他幾乎都是全部都照單全手 老闆又派他去越南 又派他去柬埔寨 然後他整個歷練 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他就一路從專員 然後升什麼 香禮 然後副禮 經理 可是他經理已經升很久了 對 然後這三四年 一直都沒有在往上升 我就問他說 你最近其實 因為他們最近有一款新的產品 然後在市場上是熱賣 我不好意思講 因為一講 我覺得這家公司老闆 就知道我在講他們 那一款東西就是 在市場上叫 神超級熱賣 我就問我同學說 那應該升你了 你已經三四年都沒有升了 你過去憑你兩三年 至少會升一次 我說豔麗沒辦法 我們公司呢 只要是 那個 就是經理期以上 那應該升你了 你已經三四年都沒有升了 你過去憑你兩三年 至少會升一次 他說豔麗沒辦法 我們公司呢 只要是 那個 就是經理期以上 幾乎都是五十歲起跳 他算是年輕的 換句話說 對 副總 總經理 然後什麼資深副總 每一個都是五六十歲 然後大家都在等著退休 他說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現在就在看看 是不是還有其他公司 要來挖腳他 因為本來有另外一家公司 要來挖腳他 可是 因為他就是 就是主管知道這件事情 之後主管在跟他說 你再忍爛了 應該是兩三年就會忍到 你再忍爛兩三年 那我就跟他說 你再等等看兩年 好如果真的是沒有辦法的話 你再挑戰 我覺得這個人 怎麼有點像查爾斯王子 真的 就在這邊等 等了 不過說實在 經理有時候也不能隨便亂做 我曾經有一家銀行 這是一家銀行 他八十年成立 到九十四年 沒有人贏過退休金 沒有人贏退休金 怎麼可能會沒有人貼休 因為這個故事 很實際 因為那個後來 我那個朋友 這是他們那家銀行 第一個退休 九十四年第一個 能夠做到退休退休的 因為他頭髮都白了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退休退休 因為他從來不升經理 他說只要這個銀行 只要購資金準備代退的有沒有 就是大概過幾年就要退 就把他升到經理 升到經理不就責任制嗎 就責任沒做到 對不起 責任沒做到 再見 就是真的責任制 所以他說 那時候他會一直抵死 他在那家銀行的信託部 抵死不做經理 結果發現到他上面的經理 真的一做經理 自身高級 而且那家銀行有趣的事情 每一年總經理都換人 每一年都有新的總經理 然後其實講到這個 剛剛講的儲備幹部 其實萬商公生喜歡做一件事 叫副總裁 對 繼續 曾經有一個人就說 我一直到人家為上銀行做副總裁 很厲害 因為又進去 撞到一個小弟都是副總裁 是幾個副總裁 出去外面比較好 人家也會看見你 但是這個 我覺得他已經有 剛剛不是講到 我一個朋友 他是去某家金控下的 一家公司上班對不對 然後一去才知道 那家公司被賣掉 所以位置很多 那這個也有 這個公司看完 他覺得說這家公司升遷很快 就沒想到升遷很快 因為一上 就是一變責任之代就不見了 所以流動性非常高 所以當你看到升遷很大的時候 就注意那個人有沒有 常常就進進出出 流動性很大 所以升遷很高 流動性大也不好 對啊 因為我覺得在最後 孩子要教一下 因為各位都是主管 那在面試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 前後的那種心情會不一樣 笑成哥 可能幫我們提醒